今天来破解本周五,2020年10月30日,大盘及法人买卖超。 观赏破解前,请先按赞、变阅、分享。 本周MACD指标指出上周环是多方盘整,本周是MACD,趋势向下走入空方盘整趋势。 DMI空方力道增加。 21日扣底趋势向上,8日扣底有机会趋势向下,判断下周可能是震荡向下盘整。 每股期货电子盘大跌,拖累台股金30日表现,停盖三雄城上盘重新。 电子全职股也同样弱势,尾盘MAYA出笼,中场下跌116点。 收在12,546点,周线收黑。 三大法人联手卖,超273.31亿元,其中外资狂侃222.1亿元。 创建23个交易日最大量。 台股今天成交值略放大至1973亿元,观察三大法人筹码动向。 外资今天加大卖超力道,在狂卡222.1亿元,年六卖,投信卖超2.67亿元。 自营商卖超48.37亿元,三大法人,联手卖超273.31亿元。 苹果最新财报优于预期,但市场担忧心机销售动能,盘后股价收跌,拖累平盖三雄表现。 台积电尾盘下刹,中场下挫1.14%,收在今日最低点432元。 红海与股王大力光走势震荡,大力光下跌0.33%,收在3025元。 红海也下跌0.64%,收在77.5元。 被动员建高价古逆势走抢,其立新账服近3%,国具也上涨超过1.2%。 划新科也同步收红。 面板双雄友达玉群创第三季营运同步转营,但受大盘走肉拖累,跌幅均超过2%. 外资买超前五大包括,台湾武士反,1,15万张,一行1万张,接口SAMP黄豆5971张,国桥4285张,音业达2640张,卖超前五大分别位,连电6.9万张。 友达2.6万张,新光金2.5万张,群创1.9万张,台积电1.9万张。 自营商买超前五大分别位,连大SAMP原邮政二2.4万张,友达3620张,华新1889张,大城港1594张。 国开台湾加权反1,1556张,卖超前五大分别位,连大台湾武士反1,9.1万张,连电1.6万张,富邦VIX1.2万张。 投信买超前五大分别位,连电1.3万张,长荣1.1万张,群创6394张,齐立新2481张,经济2011张,卖超前五大分别位,连电9624张。 新信2691张,元大高股息2300张,运龙2002张,中信金1539张。 比较特殊的买超,我认为是外资买超1万多张的一行,2601。 一行奇怪是外资为何买超1万多张,看K线是收红,K,流上影线,DMI指标则是空方力道强势, 这都指出应该站在卖方为何外资买超。 我的看法是,因为10月30日一行出全息,外资看重值利率有4.05%。 虽然毛利率在2019Q4疫情后即将,但是2020Q1-2020Q2毛利率稳定在55%以上回升。 所以,外资愿意加码买回。 谢谢你的观赏,请记得留言,按赞,订阅,Facebook或推特分享。